直到看见袁红下意识的举动 朱丹才明白 原来男人也会为二婚女人做到这顶 在妻子准备出门时 袁红不仅会帮忙搭配穿搭 还直接蹲下为他穿好鞋子 有什么这个男人不会的吗 在孩子出生后 袁红更是把宠老婆做到了极致 张欣逸在家基本不用做家务 每天早上六点多 袁红就定时把早餐做好 等他起来吃 孩子睡醒了哭闹 他就火速上楼 生怕吵到张欣逸睡觉 吃饭时 两人也是合理分工 他负责给孩子喂奶 妻子只需安心吃饭 看到这一幕 朱丹差点没忍住流出羡慕的泪水 怎么都是爸爸在照我 我们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景象 除此之外 袁红每天必做的事 就是推着小推车 帮妻子拿堆积如山的快递 买这么多 哎呦 谢谢您 谢谢您 再来一趟吧 没办法 再来一趟 没事 整个过程非常自然 且毫无怨言 妻子总是重复买同样的东西 袁红也从没责怪过 咱们家不是有吗 咱家有吗 有 哎 又买虫了 你确定 我确定 在羊台上 提醒完买多了后 张欣逸表示 可以把多余的以低价卖掉 然而 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行为 袁红却非但没有责备 反而宠溺一笑 一千块钱买进 然后发现买成了 然后两百块钱卖掉 我没有 哦 没有吗 一百卖掉 这天 夫妻俩买了一些贴在窗户上的防规膜 谁知在准备贴时 两人却发生了分歧 老婆 那一卷啊 你这样卷上去 两边都可以干干净净 你贴上去之后 财 贴上去之后 这么大一口 你在这财 这不用量 这差太远了 这竖着量一下 万一不用财呢 袁红主张先贴后财 张馨毅却觉得这样太麻烦了 认为还是先财减好 再贴更方便 你收着他 他有多余 还是少 你量一下 量一下 当时包括朱丹在内的所有嘉宾 都以为两人要大吵一架 没想到袁红看老婆不高兴后 仅用一招就化解了张馨毅心中的怒气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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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又多人啊 哎 他们都是我 怕老婆 我就中鸣给他们看 谁怕人 事情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刚才不是都吵架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也到了这个环节啊 一番操作直接惊呆了所有人 把老婆哄高兴后 袁红也改变了策略 他不再只会张馨毅怎么该裁剪 而是按照妻子的方法 默默贴上防窥膜 而结果也不出人所料 短了吗 你看这个短了吗 你们笑什么 差的很多吗 差的很多吗 但袁红的第一反应 并没有一味的指责老婆 怎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而是表示老婆做什么都是对的 如果有这种情况 那肯定就是窗户的不对 打个头 与这样的老公在一起 原本的小摩擦 也变成了婚姻生活中的调味剂 而当被朱丹问他是不是怕老婆时 袁红则解释到 自己并不是怕老婆 而是懂得包容对方 你觉得男人怕老婆可以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怕 就是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女生对男生这样 他其实信任你 不仅如此 袁红对妻子的宠溺 也远不止这些日常小事 两人结婚时 由于张新逸是二婚 他便不打算半婚礼 但袁红却坚持大张旗鼓 把他迎娶回家 并告诉张新逸他值得 而袁红为他准备的婚礼 更是安排了史上最帅伴郎团 至今都无人能超越 看完两人的相处日常 大家才明白 不管是投婚还是二婚 只要嫁对了人 就是幸福的